高雄市長韓國瑜在網路上掀起韓流 外界就質疑是否有境外的網軍操作 平面雜誌分析PTT原始資料就發現 活躍帳號佔了PTT上57%的聲量 甚至有網友是不到兩分鐘就可以貼一篇文章 PTT輿論專家就表示 的確有發現特地候選人的網路聲量是超乎想像的增加 而來源是以境外為主 PTT是全台最大的電子布告欄 尖峰時段可達15萬人上線 到底有無境外網軍操作 讓高雄市長韓國瑜審時大長 平面雜誌引述學者分析 抓出選舉前後一個月 在韓流議題中最活躍的PTT帳號 發現這些帳號的發文數霸占了PTT上57%的輿論宣量 網路流量的觀點來看 或是網路聲量的觀點來看 有一些候選人確實有超乎想像的一個增加 來源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我們只能說是境外 其實中國網軍真的要做他們可以用美國跳板 用香港跳板 這些都是可以去做隱藏的 不想被網軍亂帶風向 在選戰期間就有鄉民研發系統 輸入PTT帳號就會顯示PO文記錄 PTT輿論專家王明宏表示 網軍有兩大特質 包括該帳號會有明顯的政治偏好 以及反應時間快 上限時間長 如果說是一個職業的網軍 基本上第一個 他一定會有特殊的政治的偏好 比如說他特定去分享特定的人 投尋人的文章 熱忠程度一定要非常高 因為對他來說 他這個是一個職業 他的工作時間上 他應該都要監控著這個平台的訊息 所以當訊息有了 他應該可以很快速來做反應 PTT創辦人杜一錦 也關注相關文章 提出三點建議再分析 IP共用VPN帳號時間關聯性 推報的文章中 搶前虛帶風向的帳號 中央文章後 搶隨機問掛洗白面的帳號 PTT輿論專家王明宏表示 協助揭露IP帳號歷史 讓民眾做判斷 政府也要更積極主動 在假訊息散布時迅速澄清 避免訊息持續發酵 也能夠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新華人亞太電視張雲廷 台灣大北採訪報導